那首先还是请董博士为我们分析全球的疫情 好的 在过去的一周 根据这个WHO的这个官网的数据 全球新冠的这个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1.81亿 在跟上周同比相比较 象征要稍微有一点上升 上升的幅度是2% 我们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小冒间 然后死亡的案例这里没有显示 现在总数累积是392患 它仍然是保持一个稳定的下降的趋势 每周下降幅度约1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些国家的情况 美国是在稳定的朝着归零的趋势在走 但是最近的一周 它的新增的确诊病例稍有上升 大概是增加了7% 然后巴西处于一个高位 没有什么变化 主要是以巴西变种为主 这个国家 然后是南非 最近在处于一个快速的上升期 南非主要是 大部分是南非的变种 这个变种病毒 好了 我们再来看欧洲 欧洲的整体趋势我们讲到 最近一个月以来一直是蛮好的 在往这个归零的这个方向在走 但最近的这两个礼拜呢 它稍微有一点上升 尤其是最近一个礼拜 上升的幅度大概是10% 除了这个欧洲整体的这个局势以外 其实呢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这几个大国 它基本上都在朝着零点的趋势在走 另外呢 英国 欧洲主要驱动的可能就是一些 比方说现在说的英国 英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升 它第三波过后的这个 这个有可能将来的未来的第四波的这个上升 已经基本形成了 目前为止它95%的检测到的毒株是Delta变种 所以这个英国还比较关注现在 另外就是澳大利亚 咱们节目里第一次讲到澳大利亚 是因为它从去年11月份以来 其实一直就是疫情控制的相当不错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每天的病例啊 就是一个个位数是两位数十几个 二十几个的这个样子 最多就是去年 今年的一月份四月份稍微有一点点小的增长 那最近为什么要讲澳大利亚呢 就是现在呢 它的疫情稍微有一点又有一点抬头了 现在增加到了两位数 然后那个有累积了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地区啊 所以呢很多人现在都在就是检测这个 做这个病毒的检测 可能分析也可能跟这个Delta变种病毒的 这个背后的这个传播有关联 但是这个事情还要持续的关注 目前还只是刚刚出现没有多久 还要持续的去看更详细的这个案例的报道 然后我们再来回到亚洲 印度的第二波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可以看到是朝着这个谷底 这个归零的趋势在往前走 但是呢现在就是说 现在就是印度整个国家都在考虑 怎么样解封 就是因为印度变种呢 现在还有一些 因为在全球各个国家还在波散之中 然后印度变种也有一些变数 所以这个我们来持续关注 这个印度这个国家解封的情况 以及后面疫情它的波动的情况 然后亚洲再就是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可以说是 现在的全世界的几个国家中 为数不多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 一个国家之一 你们可以看到 几乎是超过了以前的高峰的两倍 这个样子 另外它也是印度变种 Delta变种延续来的 主要是前一战印度的这个波及 印度的病毒传播到了它这边 再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它的第三波也已经基本形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一个月以来 持续的一个上升 它也是由印度变种在后面驱动的 我们再看台湾 台湾的疫情我们讲 就从5月中下旬以来 一直在稳定的下降 它的致死率偏高的状况 我们上一次有提到 然后台湾的这个疾控中心的指挥官 也有一些回应 他们主要是因为感染的人数 年龄组偏大 60岁以上的确诊者 占到了它的总的这个确诊人数的35 这个比例蛮高的 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我们也知道 60岁以上的人 他感染之后 他容易重症化 这个死亡率也偏高 再就是他的死亡 死亡的这个感染者 60岁以上的也占了他们的九成 所以这个主要是因为年龄大 引起来的一个死亡率偏高的现象 那台湾的变 它主要驱动的变种 这病毒类型是英国变种 所以我们顺便也来给大家回顾一下 全球的变种病毒的 这个目前的一个趋势 根据这个Next Strain这个数据库的情况 变种病毒现在 各种各样的变种病毒 现在加起来已经达到了 91%的这个占比 它具体的比例呢 我们先看这个最中间 这个最大的这个 这是Alpha 是英国变种43% 然后最上面的这个色块 是个比较深蓝的一个 是南非β变种 是4% 然后呢第三个 从上往下数第三个色块 是巴西伽玛变种9% 再往下就是印度的Delta变种 现在是快速的增长 已经达到了28% 另外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 7788的小变种 占7% 然后旧毒株就是灰色的色块 是9% 所以总体达总体的比例 是这个样子 是是 好 那说到这个目前 我们未来 我想这个Delta变种 也确实是现在目前 大家非常关注的 那后续会发展成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今天节目 也会请董博士跟我们解析 但是我们现在要跟董博士 讨论这个问题就是 其实WHO建议 就是说 如果你就算接种两剂疫苗的人 也要戴口罩 那WHO其实对这个印度变种 非常的警惕 为什么会在全球 会掀起下一波的疫情吗 就您的了解 是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科学家们 还有这个防控中心们 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 那前两天呢 我也是在科学杂志上 看到了一篇文章 它的标题就是 印度Delta变种病毒 把整个的大流行带入新阶段 科学家们就在思考 为什么这个Delta变种 它带来的这些新的突变的 这个组合 就能横扫整个全世界 欧洲 美国 美洲 还有非洲等等 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 地区 包括刚才讲到的一些 亚洲的一些国家 所以现在就是说 Delta变种 它主要的 我们说基因决定它的功能 对吧 它为什么能引起这样的一个 全球的这么一个快速的 大流行 大传播呢 主要是因为它在刺突蛋白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突变 这个刺突蛋白的突变 它是在这个 不是直接在受体结合育 它在福林蛋白酶的 这个酶切胃点上 我们知道这个酶切胃点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这个病毒能够结合到细胞上去 进入细胞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要有这么酶切割的这么一个动作 这个病毒才能进到细胞里 然后在英国变种 它突变的时候 它这个胃点就是681 这个胃点呢 它朝着这个更快速的融合 迈出了一个小步骤 它从补胺酸P变到了组胺酸H 所以英国变种是P681H这个突变 它使得它这个融合的过程 更加有效 更加快一点 那Delta变种呢 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又迈出了一大步 就是由这个补胺酸P变成了R 金胺酸 它使得这个切割变得 更加加倍的有效率 所以病毒就更容易 它等于就是说 它在这个最后融合的过程中 它做得更快 更有效率 所以更容易适应这个不同的 这个气道上皮 组织组织织织细胞的这种情况 所以它就是说 它的灵活性更大了 它的融合性也更大了 这也就是导致 为什么这个病毒现在能够 它的传播率在以前的基础上 又增加60% 甚至还有的数据更高 很少全球这么快的 这个很少全球的原因 我们上一次也为大家复习了 现在这个病毒 已经比去年1月份流行的旧毒株 这个传播性 已经提高了 是两位数 两位数的这个概念 是10到31倍 就是顺次的乘起来 从原始到第614 到英国变种到现在 一步一步的 这个一阶梯上一个阶梯 现在已经是 所以它传播的速度这么快 就导致人们就来不及去防疫 人的免疫力也跟不上 它一下子就在你的体内扩散出来了 它一下子扩散出来 你的抗体的增加的量 都来不及去补足它 结合不了它 综合不掉它 它不就战胜你的免疫力了吗 是吧 另外就是说 刚才说到的这个是 传播力对这个病毒 是导致这个病毒 成就扩散的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然后第二个呢 科学家们还发现 这个病毒狡猾的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合一酵蛋白 就是不光是 它这个表面蛋白 它结合它的 比较深层的一个部位 有一个叫N蛋白的 叫合蛋白 它有多重突变 它的多重突变有很多作用 科学家到现在还在研究 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它的功能 所以我们大家 就给大家打个比方 就是比方大家都知道那个瑞士军刀 对吧 是 买一把瑞士军刀就好像买回来一个小工具箱 对不对 是 它多功能的 有普通的刀子 还有小剪子 还有镊子 挫子 开瓶器 开酒瓶的器 所以普通的瓶子 酒瓶的 香槟的瓶的 什么都有 对吧 一个刀子就是五六把 这个小工具了 对吧 所以科学家们现在打了个比方 说这个N蛋白 是一个瑞士军刀型的蛋白 什么意思呢 很直观 对 去想象吧 就是说这个病毒真的是 它的智慧在它这个微观世界里 它做了什么 它发生了什么 我们人类是有一个滞后性的在了解 它其实在那个空间可能做起来很容易的 它就是改一改 就很快就改好了 然后但是我们人类要被重创了之后 才慢慢的才被打醒 才被惊醒 是这么一个过程 是 当您说到这个Delta的时候 其实在伦敦国王 学院遗传流行病学教授提姆斯佩克特 他就说这个印度变种病毒Delta 它的症状跟原来的这个新冠症状 感染之后人体是不太一样的 那Delta变种引起的这个症状有哪一些呢 可不可以请董博士跟我们解说一下 是 我们原来的这个旧病毒 它主要的症状就是一个发烧 咳嗽 这个百分之占绝大比例 另外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 比方说这个嗅觉味觉丧失 肌肉疼痛 骨骼肌疼痛 还有胃肠道腐泻等等 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的症状 那现在就是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Delta变种 它基因变了很多 还有很多人们还在认识这种 那它这个症状就跟原来的旧病毒 也不一样了 它现在的主要的 大家观察到的症状主要是 第一 是头痛 它不是发烧咳嗽了 第一是头痛 然后第二大症状是喉咙痛 然后再就是流鼻涕啊 发烧啊 这些症状有点像一个非常严重的重感冒 或者流感那种类型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的这个表现 这个其实跟这个病毒引起的 它的对人体的致病性的改变有关系 就是说它的病理发病机制 就不一样了 跟原来的旧病毒 所以这个就跟基因的改变 它的蛋白质功能啊 它的这个引起疾病的这个通道的 这个反应的这个改变都是关联的 所以人们现在还在 还在研究之中 还在还在深入的研究之中 还没有搞清楚在背后所有的原因 是这个样子 那我想其实这个印度变种交叉 我们真的还要持续关注 那我想大家对于印度 第二波疫情应该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海啸般的疫情 但是今天董博士讲 其实也即将快要走入零 那这个升级版的变种 被称为Delta Plus 也就是Delta加 它在印度又出现了 而且迅速传播到十多个国家 所以印度卫生部上周也提到说 Delta加这个变种 呈现出很强的传播力 那其实纽约时报也有报导 就是说印度病毒学家 担心其实第二波疫情刚刚过 这个Delta加变种恐怕会在印度掀起第三波 所以我想请教董博士 Delta加这个变种是什么样的变种 是不是值得我们警惕呢 是 现在病毒越来越多 这个类型搞得大家眼花缭乱了 是 真的是这样 Delta加 对 Delta加说白了 它就是Delta的一个分支 它就是Delta后面又 就好像我们这个病毒是一个主干 主干分出几个叉 Alpha Beta Gamma Delta 对吧 然后Delta这个支干上又分出几个叉了 那其中的一个叉 咱们就给它起个名字叫Delta加 实际上它就是原来的B1.617 这是点2 这是整个Delta的名字 后面又加了一个点1 所以就后面一直可以点下去的 就是你最后可以一直往下变 这就是整个的这个病毒 它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 科学家们给起了一个命名的方法 就是这个意思 它其实是还是由Delta变种来的 只不过呢 它在它这个Delta变种的基础上 它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它在这个受体结合域 就是这个钥匙开锁的这个部位 这个417这个位点上 它由这个K变成了N 这个就是这个突变的变化 人们因为这个病毒 这个新的这个类型的这个Delta加呢 科学家们也是刚刚才分析出来 数据非常的少 所以对它现在做任何的结论呢 还比较还难以 就还不好做这个结论 但是从这个分析上来看 它影响的是受体结合域 对吧 这个开锁的这个结合力的部位 那所以这个地方变了 可能就是大家就非常的 其实蛮紧张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有可能引起传播性的增加 或者改变 或者引起跟这个肺细胞的 这个受体的结合力啊 一些改变 甚至可能会引起将来的综合抗体 就是打疫苗之后产生的这个抗体 人们通常指的免疫力 打了疫苗之后的免疫力的 这个可能会有影响 所以这个 但是呢 这些都是大家推测的 我们现在下结论太早 但是我们就要关注这后面 这个一些实验的数据和这个流行病学的 它的传播率啊 致病性的 还有这个方面的一些数据 是 我想其实现在全球也很关注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才谈到说 Delta已经被WHO认为 判定是传播速度最快的 可是这么快又出现 这个Delta加变种 所以想请教董博士 这样的病毒会不会变得太快呢 其实病毒它就是一直在变 它的特性就是在变 因为RNA病毒 它在复制的过程中 它缺少一些校对的环节 它会出错 所以RNA病毒又在所有的病毒的 这个大的家族中 它又是变得最快的 它这个变的过程中呢 它就是说有一种大部分突变 是随机的突变 就是一种就是random的 没有什么目的性方向性的 然后它但是呢 它有一部分突变呢 它就会被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呢 就是因为这些某些突变呢 变出来之后就会 就会使得它的传播力增加 产生免疫逃逸啊 然后产生这种各种各样 对人群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造成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疫情呢 所以人们就会把这些检测到的突变 给它关注 把它锁定 给它起名字 然后我们持续地追踪 所以是这么一个思路 而且这个变呢 我们其实它变化的这个 这个这个速度和时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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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是人们想象不到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啊 似乎是非常的狡猾啊 而且似乎也是非常有策略的 这么一种生物 而我们人呢 在它面前好像总是被它打败 你看这个一波一波的 从去年到现在 都是这个变种病毒搞的鬼 对吧 所以我们就好像总是 怎么老是被它打败啊 总是被它这么多人都去世了 你看这么多人感染上 医疗系统这么大的打击 对吧 所以那我们就好像处于一种 比较被动的状态 那其实呢 其实病毒虽然狡猾呀 但是其实我们的人体 其实是更加精妙的 我们是是更加有智慧的 我们我们人是更加有智慧的 一种地球上的这个 这个万物之灵吧 可以说是 所以人的 比方说人的这个免疫系统 其实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系统 我们前几次节目都给大家复习过 那这个打疫苗应用的这个原理 其实就是用这个 模拟这个病毒的一个部分 来用这个东西来刺激我们人体免疫系统 把我们的抗病毒的免疫力给它激发出来 然后产生对这个病毒的一些保护力 免疫力 但是呢 疫苗呢 它这种设计的原理是 想法是非常好的 可是它激活人体免疫力的方式呢 稍微激介了一点 因为它得靠着这个病毒的原始的基因序列 来设计 来做模板 病毒一旦发生变异了 这个疫苗也得跟着改 对吧 所以就显得不是那么灵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现在对这个 现在的疫苗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力 但是对以后这个病毒再继续变下去 对一些有免疫逃逸 这些病毒有没有效果 大家心里头还是 还是有一个担心的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非得靠疫苗 才能激发人体的免疫力来呢 其实还真的不一定 其实我们人是有很多方法 可以去激发这个人体的免疫力的 激发它最大限度的这个能力 比方说我们上次 我们讲的这个保证营养 保证良好的作息习惯 睡眠的这个质量 生活规律 然后矢量的运动 包括一些新生的锻炼 打坐等等 还有包括调节情绪 缓解压力 还多为别人去考虑宽容 这种性格 这些事情虽然特别小 但看起来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小事情 可是呢 在这个疫情面前 在这个多变的狡猾的病毒面前 在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 这个不停的打击面前 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显得特别的重要 就像是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我们平时要养 怎么养 不是说这个病毒来了 我们就被拉到战场上去 就打得溃不成军了 那就不叫养兵 我们平时要注意我们的修养 就是营养 身体 情绪 还有性格各方面都要去修养它 让我们把我们的免疫系统 保持在一个良好的作战状态 这样就能让我们在出现的 跟病毒的每一次交锋中 都能够轻松的打败它们 这个就是我在啰嗦几句再讲一下 就是这个真的是 平时的这个各方面的 全方位的保养 修养 这种保健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发现每次 我就是听董博士来提醒 我们就是要对我们的 又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提醒我们做这些事情 我都感觉 非常的受用 就是经常有时候我们在做某些事情 都会想 董博士告诉我们这个抗病毒效果不好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 因为尤其在这个疫情流行期间 非常感谢董博士的提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